中益育幼院 我們現在要到中益育幼院 我們有一批物資 我想透過這次的活動 然後把物資捐贈到育幼院 讓更多的院童可以 使用到這批物資 我今天要來擔任小魚兒基金會的 餅乾衣麥志工 小魚兒基金會 在北韓它有一個庇護工廠 然後它希望可以給小魚兒 一個很好的環境 包含就是就業輔導 然後還有一些安養照顧 所以他們用衣麥餅乾方式 來籌組資金 那我一個月固定 就會來幾次協助做餅乾的衣麥 如果將來出社會了 有工作了 然後有能力了 就可以幫助到這些從小 就家庭少了溫暖 或是沒有父母的小孩 然後他們在生活的物質上面 在我們的力範圍之內 能夠幫得多幫他們一些 其實我跟他們接觸 有一段時間了 既然有這樣的一個 我熟悉的地方 然後我也知道說 有這樣的得願童 那我能夠盡自己的力量 能夠幫助他們 我覺得是蠻快樂的 做工藝其實在付出當下 就是你會感受到 就是你給社會幾分愛 他就回饋幾分愛 那同樣呢 其實也會讓自己的心靈 獲得了更多的啟發 那也謝謝他做這件事 跟孩子的一起互動 體驗到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 也謝謝他一直以來的鼓勵幫忙 這個部分是我們針對大一點的孩子 他們在尋找自己興趣的時候 我們會請一些職人來做分享 有善心人士我們都會希望 他們能夠寫一些祝福的話 是 因為當你去第一次做工藝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其實自己很幸福 你的專業能力可以協助到他人 他是一種幸福感 公司也蠻強調幸福感 他強調工作是需要幸福感的 每個人的三小時加起來就非常多 這種啟發就像是 不需要你太多的時間 也不需要你太多的金錢 我希望他可以第一次來體驗看看 因為每個人一來體驗 都會有自己的感受 而這個感受 其實這就是他持續做工藝的來源 只要你願意投入 願意關懷 願意付出 平常的生活 其實隨處接工藝 只要盡自己的一份心力 對這個環境 對這個社會 我想大概就是我做工藝 也給大家的一些小小的建議 如果你的場合 我做工藝 也給大家看 如此 聖堂